音乐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叶振峰老师 我们这次要讲的主题是比与比例四 而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单元是比的意义以及它的性质 我们在日常生活或者是自然科技当中 我们经常运用比以及比值来描述事件之间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认识说到底哪些问题 我们可以用比以及比例四来解决而且应用 常见的比例问题有折扣 比如说我们买东西打几折 或者是利率汇率密度浓度速度或者是地图的比例词等等 再来相信喜欢看棒球的同学对打击率这个名词应该不陌生 对不对 打击率的计算方式是用 集出安打的次数除以全部的打数 再乘以百分之百来做计算的 饮料微甜与半糖 同学们去饮料店点饮料的时候你比较偏好哪一种呢 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饮料珍珠奶茶 之所以名文国际的原因呢 关键技术之一就是其中含糖的调配比例 还有它制作的流程 而所谓糖的浓度通常指的是重量百分浓度 也就是说糖的重量在全部的容易重量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我们来看以下的例子 例如说2公克的糖加入98公克的水 所形成100公克的糖水溶液 全部的溶液总重量是100公克 所以浓度的计算呢 就是糖的重量在100公克所占的比例 也就是全部的百分之二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如果说是5公克的糖加入95公克的水 同样形成总重量是100公克的糖水溶液的话 糖在全部的糖水溶液所占的比例就是百分之五 那10公克的糖加入90公克的水 同样形成100公克的糖水溶液 糖所占的比例就是全部100公克当中的10克 所以浓度我们就说会是10%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笔的意义以及它的性质 如果有AB两个数 我们要把它记成A比B的话 我们会用一个冒号的符号来表示它 所以记法是A冒号B 念法是A比B 而且这个比的A的部分呢 在前面我们称为前向 而B则称为是后向 那今天我们如果使用前向去除以后向的方式呢 我们这个就称之为笔值 表示起来就是会是B分之A的样子 那第二个 假设说A比B跟C比D是两个相等的笔 我们用等号连结把它写成一个等式呢 看起来就像是A比B会等于C比D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称这个式子为一个比例式 再来如果说A比B等于C比D的话 比的相等也对应到比值的相等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成B分之A等于D分之C 那如果说我们把等号的两边同乘以BD的话 就会得到一个AD等于BC的结果 那这个就是对应到我们之前所学的内向的成绩会等于外向的成绩 进一步的我如果再将AD等于BC的这个式子 两侧同乘以CD分之1的话 我会得到C分之A会等于D分之B 也就是这又是另外一组笔值相等了 我们把它写回去笔就会发现 它其实就是A比上C会等于B比上D 那这边我们发现了什么事情呢 也就是说假设有两组笔它是相等的 A比B等于C比D 那么我们会发现它们两组笔的前项 前项所形成的笔也会等于后项所形成的笔 以下我们来示范一个笔的例子 美金一元假设可以兑换30元的台币 那17元的美金可以兑换X元的台币的话 这样子的比例关系我们就可以用以下的比例式来做描述 也就是美金的1元比上台币的30元1比30 会等于17元的美金比上X元的台币 也就是17比X 那这个我们把它写成比值呢 就会是30分之1会等于X分之17 经过一项计算出来X就会等于510 也就是说17元的美金可以兑换的新台币是510元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示范笔的性质应用 假设说有一个书店是玉山书店 它举办一个贵宾卡消费积点活动 它的规则是这样子的 每消费100元可以累积红利1点 每25点红利可以兑换10元的商品 那想请问各位的是 如果我今天要兑换120元的商品 我需要消费多少钱呢 这边首先我们可以先假设 我们要消费Y元可以累积25点的红利 也就是说可以兑换10元的商品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提议呢 写出下列的比例是 也就是100元对到累积的红利1点 100比1会等于消费Y元 所累积的25点Y比25 写成比值的样子就是100除以1会等于Y除以25 进而推得Y等于2500 也就是消费2500元 我可以兑换10元的商品 所以今天我们要兑换120元 就相当于10元的12倍了哦 所以我们要消费的金额就是2500的12倍 也就是3万元 那我们接下来看比的性质应用 有一个小齐他喜欢喝含糖饮料 有一天他把两种不同糖浓度的糖水混合 我们来求下列两种混合糖水的浓度个别是多少 第一个情况 一个浓度3%的糖水溶液还有100克 跟一个浓度6%的糖水溶液100克 两者混合呢 我们要怎么计算浓度 我们刚刚说糖水的浓度就是糖的重量 占全部溶液重量的一个比例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开始会想要先求出糖的总重量是多少 所以第一个100公克的糖水溶液 它是浓度3%的 它含糖量就是100乘以3% 也就是里面有3公克的糖 接下来6%的糖水溶液100克 里面的含糖量呢 则是100乘以6% 也就是6公克的糖 于是我们知道 全部的糖的总重量 应该会是3加6 9公克 那全部的糖水溶液 应该会是200公克 所以我们如果假设说 浓度是x%的话 我们会知道说 这个糖的总重量 占全部溶液的比例呢 200分之9 应该会跟我们所算出来的浓度 100分之x是相同的 所以经过运算两边分数比较之后呢 我们很容易可以得到 x是4.5 也就是浓度为4.5%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假设说浓度3%的糖水溶液200公克 跟浓度6%的糖水溶液100公克做混合呢 同样的我们要先求出 糖的重量 所以200公克的糖水溶液3% 含糖量就是200乘以3% 里面有6公克的糖 第二个部分 100公克的糖水溶液浓度6%的 其中含糖量则是100乘以6% 有6公克的糖 所以糖的总重量 应该会是6加6 也就是12公克 那我们一样假设浓度是x%的话 12公克的糖占全部溶液的总重量是多少呢 全部溶液的总重量应该是200加100 也就是300 所以12比上300 应该会是x比上100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简单地求出来 x就是4 也就是浓度是4% 我们以下再来看一个例题 假设说500公克的食盐水当中有90公克的食盐 想请问各位 同样浓度的750公克的食盐水会有多少公克的食盐呢 这边我们提供两个逻辑来做思考 第一个想法是这样的 既然浓度相同 我们只需要去计算说750公克是500公克的几倍 我们就可以衡量出它所含的食盐量 应该也是500公克所含食盐量的那个倍数 所以第一个解法750除以500 我们算出750公克是500公克的三倍 所以它的含盐量呢 就应该会是90去乘以三二分之三 也就是135公克的食盐 第二个方式 我们用比的概念来撰写 假设750公克的食盐水有s公克的食盐 我们发现食盐水比上所含食盐的这个比 应该会是相同的 因为它是同样的浓度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比例是 500比上90会等于750比上x 那我们把它写成比值的样子 也就是90分之500等于x分之750 经过化检一项计算之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也就是x是135公克的食盐 再来看一个题目 浓度5%的500公克食盐水 要加入多少公克的食盐 才能调配出浓度为10%的食盐水呢 这边我们的想法一样利用食盐的重量 去除以容易的总重量来做计算 所以首先我们先分析一下 浓度5%的食盐水500公克 含盐量会是5%乘以500 也就是会有25公克的食盐 那假设我们今天要加入x公克的食盐 可以调配出10%的食盐水 那我们用食盐量去除以容易总重量的写法就是 25加x是总共的食盐重量 除以500加x容易的总重量 会等于10%也就是十分之一 那我们经过一项化检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x解出来的答案是9分之250 也就是说我今天要加入9分之250公克的食盐 才可以调配出10%的食盐水 那再来下面有一个问题 想请各位同学来动动脑 一般而言天然瓦斯30公升 如果完全燃烧之后呢 可以使50公升的水温度升高5.7度C 那今天想请问各位同学 如果要让25公升的水升高17.1度C的话 应该要燃烧多少公升的天然瓦斯呢 这个题目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要让1公升的水上升1度C 我们所需要的热量计算为1000卡 如果有这个假设前提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要让50公升的水升高5.7度C 也就是它一开始所燃烧30公升瓦斯的部分 它所需的热量应该就是会是50乘以5.7 这么多千卡 对不对 那题目所问的 要让25公升的水升高17.1度C 所需要的热量也就是25乘以17.1千卡 而再来呢 我们知道燃烧天然瓦斯的公升数 跟它所提供的热量应该是呈现一个正比关系的 所以我们假设要让25公升的水温高深度17.1度C 需要燃烧X公升的天然瓦斯 那我们会得到以下的关系式 也就是说原本燃烧30公升瓦斯 所提供的热量是50乘以5.7 这个的比值呢 应该会跟燃烧X公升所提供的热量 就是25乘以17.1 这个两者的比值应该是相同的 那我们经过交叉相乘之后一项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X算出来的答案应该是45 也就是说我们要让25公升的水升高17.1度C 应该要燃烧45公升的天然瓦斯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类似的例子 一般而言天然瓦斯30公升完全燃烧 可以让50公升的水升高5.7度C 那今天问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 天然瓦斯20公升完全燃烧 可以让100公升的水升高几度呢 那这边我们的想法大致上跟刚刚是相同的 我们假设可以让100公升的水升高X度 那我就得到这个比例关系 也就是20比上100乘以X会等于30比上50乘以5.7 经过化简一项之后解出来X是1.9 也就是可以让100公升的水升高1.9度C 以上为我们今天的内容 我们大致上为各位复习了我们以前所学过的比以及比值的概念 那也做了一些相关的练习 那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见咯 拜拜 拜拜